如果說我們在座標頭上 這是支架座標型號 我們有認了一點 我們說它的那個座標會是什麼 XY 就假設是XY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如果以箱要表示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做 這個R向量就等於XY加Y 那I是什麼 就是某單位向量 I是X方向的單位向量 J是什麼 這方向的單位向量 這樣有沒有問題 他只是乘上一個X倍數 乘上一個X倍數 就乘上一個Y倍數 就是它這一點 這是簡單的向量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假設 假設這個方向 我們有定位向量 我們現在變R1 這是R2 R2我們可以用X2 Y2 R1加R2 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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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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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呢 是X2 X1我们平和一点来 这边是X1 所以相当于我们后面的相样 这一段 这一段是两个相加 两个相加 两个相加是X1加X2的位置 这是Y1 然后加上Y2是这一段 平和上来就这里 这一段是Y2 所以把它平上 就是YY加Y2 这没问题吧 好 那我们如果参加呢 R2-R1 这个是什么 这样就像 R2-R X1 加上Y2-Y1 对 那我们来确认一下是不是这样 相解是什么 反过来 对 X2-X1 是这个方向 对 对吧 好 X2-X2 是 是 很像谁 是从图上都看不出来 从图上都看不出来 从图上都看不出来 对 75 反过来看看 你就把那个 R1 跟那个 往右边 应该是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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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其实我们这样讲 假设 R2-R1 R3 对不对 对 我都会说 R3是不正的 对 R3是不正的 那 R2 会不会等于 R1 加R3 对啊 对 跟你说什么情况 就是从图上 你这样子的话 你看R3 上量他的 气力 在 在那个 圆点 比较 特别 看 我觉得就这样 不可以 我当我当你说 不在圆点 对 不在圆点上 但是 就一个下量来讲 因为我们 讲到圆多应重的时候 也是用这种干液去处理 下量在基本上 我们现在表示的是 有方向的量 但是你也对不对 把R1 往右也交往 R1 往右也 把R1 移到这里来 到这里来 然后 然后相减 OK 对 很清楚 这个方言 这是平均 成本意思 把R1 移到这边来 好 方言相比 就减回来 R2-R1 就减回来 在这边 减就是 保排下 所以R1 R2-R1 这是负的R1 对不对 所以它就减回来 这个方向 所以这是R3 这个方向来看也可以 好 那其实 这东西是相对运动 比如说 我如果往这边走 然后 家伙往这边走 那我们在一起走的同时间 我觉得家伙的方向 这是一个相对 我觉得家伙的方向是 是不是 家伙的方向 减掉的方向 就相当于是我看了家伙的方向 好 我们简单来讲 这个人往这边走 这个人往这边走 这是个人 我们再稍微发大一点 再往这边走 这是假 这是乙 这是乙 那有的时候就是 假一样 那如果 乙相对于假的 的运动 就是往这边 是往这边 乙相对于假 乙相对于假 乙相对于假是往这边吗 因为中文有反 乙相对于假 就是假 假看的以是怎麼走 假看的以喔 對啊 往那邊啊 是往這邊而且速度很快 這個速度相對是假跟以相對一樣的 對 對不對 那是不是以的速度減掉假的速度就知道這個結果 以減強 是不是以減強 哦 可以那麼多啦 假相對於以 就是上以看的假 那意思是假減掉以 就用相對 所以我現在是R2-R1 就是像R2在看的R1的運動 哦 對不對 哦 R2看的R1的方向就是 這是以相對於假的 R2相對於R1的 R2相對R1的 R2相對R1是R1在看R2的角度 所以R2的角度在這邊 R1在這邊 所以相對R1就往這邊看 我好像是相對阿 你就說誰看的就好 好滿 所以假看你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以判假的這個樣子 對 OKOK也可以啦 因為是多講一點相對之後 我們就會懂相對的熱度 不是 這個 這個 你這樣講我覺得也是沒什麼不可以 但是 因為我 我以前學的時候就寫相對於 相對於名詞 所以我沒有覺得我什麼需要換新的名詞 只是這部分 因為在計算的時候 每次都是想一下到底誰撿誰 對啊 就是用一個簡單的 反正自己通用了 好像比較容易覺得 應該是假看一樣 OK 對 相對假是假看的 好那這部分 簡單的就是這樣 我們簡單的 分複習一下 這邊都可以用背看 背看 背看 都可以 旁邊可以擦掉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上次講 猜測速度跟ST圖 很比例 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上次講 聊天 這個ST圖 ST圖 ST圖的時候 我們看到一個動物 就是這樣運動 好 我們可以想看看 那前面這一段 它是SENTLE INTO 基本上是等數 它就是可以在維持的速度 那接下來這一段呢 好 這個時候 這一段是什麼 這段是什麼 減速 減速 那這一段呢 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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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是什麼時候 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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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速度為0 所以假裝把它放在VT圖 會變成怎樣 一個 點吧 兩個字從中 好 先把這三個點 這兩個點標出來 還好 時間點上 時間點線標出來 所以它應該會什麼運動 七根 豬豬運動 低段減速 低段減速 減速 減速然後你能標準別 幾乎到0 幾乎到0 這邊 然後加速 沒有啦 繼續減速 減速 對啦 因為它是 負責加速 就是負責加速的意思 所以它就這樣 下來 所以就沒有理 我們在考慮過 這些東西 基本上我們所看到的 這邊VT圖 都是ST圖的邪韻 對不對 是吧 好 這邪韻 那 怎麼樣 我把這邪韻化出來 可以 可以吧 所以這邪韻的結果 對到這邊 這邪韻是負的 從這一點之後 邪韻是負的 所以它的VT圖 是在負的位置 這邊的邪韻都是正的 所以基本上它的VT圖 看到的邪韻都在正的位置 它的V都在正的位置 好 那 我們先講這個 想看一個 我們先舉個簡單例子 我們先舉一個叫做 水瓶炮色 在一個 在一個現實生活中 我們 會去影響一個速度的運行 例如 假設這是一個平面的方法 這是一個平面的方法 我的東西 在慣性運用之下 我有一個速度 假設 如果我現在沒收到任何例 這速度會改變 就不會改變 這速度會乘 等速度去清晉 對不對 等速度 等速度就是 速度降等 然後它的方向降等 沒有改變 好 我現在會改變的一些東西 譬如假設 我現在給它一個加速度 是這個方向加速度 希望它會發動的事情 會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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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那邊歪 往那邊歪 然後呢它有什麼事情 它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除了歪 除了會歪 除了會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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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會歪 會怎麼樣 還會加速 還會加速 像你可以把這個速度 拆開成兩個相量 把這個加速度拆開成兩個相量 把這個加速度拆開成兩個相量 一個是沿著這個速度方向 一個是垂直這個速度方向 2 沿著速度方向呢 會讓它加速 跟它垂直方向呢 會讓它轉彎 所以這個東西 可能它下一個 下一個角度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那盡量來看這個地方的加速度 可能這樣 如果這邊加速度 只有向垂直方向加速的時候 它不會再往前加速 它不會轉彎 它就會形成轉彎 就是我們任何時間 對於把一個加速度拆成一個 垂直於運動方向 跟平行運動方向的角度來看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做水平發射出來 我們讓它的水平速度V 那請問一下它的 它收入幾個加速度 我們不考慮空氣高速度 加速度嗎 它收了幾個加速度 它收了幾個加速度 有啊 它在運動過程當中應該說要加速度嗎 我們說力還收了 力會轉彎成加速度 力會轉彎成加速度 對 那順到力 然後力會轉彎成加速度 請問一下幾個加速度 一個啊 一個 往哪邊 往下 再往下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 推導出它的 軌跡方程式嗎 或者說推導出它的運動方程式 從怎麼角度來看 怎麼來看 我們力動會做什麼 力動 先知道它的速度嗎 速度是V 那你就知道它的加速度是多少 這樣就是G G G喔 那 那個 我要看喔 我要看 用 用 這是 X方向 對 Y方向 你可能還需要 這邊的高度 這邊 這邊高度是H H H 高度是H 它用高度的距離 對 對 它可以寫 水平用距離嗎 水平用X 水平用X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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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就是它的運動距離嘛 Y是它的運動高度 它的處於位置高度 好 那所以我們不關心 呃 就是 理論上我們在解X跟解Y的關係嘛 X是什麼 Y是什麼 X等於沒有時間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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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是一假設 時間就是T嘛 所以假設認證時間的T 好啦 那是什麼 X是什麼 X就是那個啊 A 這樣不對 現在爆發了 好 待會兒 等於 X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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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等於什麼 X X 又是我先告訴你 應該是Y等於什麼 啊 Y等於什麼 可以 Y等於 GX平方 除以2X 2B X平方 除以2B 2B 0平方 好 這樣子 應該這樣 同意的請舉手 同意啦 欸 不同意的請舉手 我以為它懂 這是什麼 分數 分數 這是分數 只是分數 我肯定說不是 好 我們來想一下X會等於什麼 X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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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等對 4 je 在1 external ati A V X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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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Z G G G yes T G T O 好 他有一個高度的群 你等等 我等等 他有一個高度的群 你寫了H-那個就好了 還沒有了 你這樣還是有錯啊 欸 改死了 還是有錯啊 我這樣講就對了 假設我現在 我跟驗算一樣 第一我等於你能夠歪點多少 歪點H 表示0秒 那其實我也是在這個點上 歪 那如果是1秒呢 我們可以算一下 是不是大概是H-減掉 二分之G 在這個位置上 他可能掉下來 那你這個部分越大 他掉的越多 因為這是T平方 你越掉越快 越掉越快 越掉越多 所以這基本上 我們看起來是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位置上 我們當然解釋過程度 什麼意思 欸等等我沒有啊 你是前面寫H-減掉 對啊 對啊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 所以你這邊 假設你這樣說的話 就是H-減 對啦 就是這個負號 對啊 我剛才是H-減 沒有沒有 他會有錯很多 沒有錯很多 我們看一下 這是T對不對 這是V 我們剛剛講過 等速度運動 假設我實際上的一個等速度運動 這是什麼 這是叫做是-G 對不對 對啊 好 那腹減掉速度的運動 他所移動的距離是等於什麼 他所移動的距離會等於什麼 2分之一 是負的 2分之一 2分之一 這裡有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啊 這部分有問題 上次講過了 所以我現在70位置在這裡 H 所以我經過一個T時間 先是直接把這部分加進來就可以了 在這裡 他每一個運動時間 減掉那一塊 減到這一塊 對 減到一塊 減到0的位置 好 所以我們的 這個東西 我們從這裡 可以解除T T等於V0 分之X 他帶到這邊來 對不對 那這邊來之後呢 我們就得到 Y等於 Y等於 H 減掉 2分之一 G V0 平方 X平方 對不對 化解一下就得到這邊 G了 就是 H 減 2分之一 V0 平方 G X平方 你你不要用我的鞋了 蛤 沒有啊 你會問我把它踩開 沒有啊 一般來講我們寫多將是會把 會把X放到後面去 對 這樣就很長 那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方形 如果你覺得 函數圖形的話 這是什麼樣的函數圖形 2次啊 我們常常說是2次啊 這樣X 那你這樣怎樣 我們2次函數圖形有什麼形 有 有長方形嗎 有長方形 怎麼可能會有長方形 2次還出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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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 所謂的2次曲線 一般的2次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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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是 這樣子 1個關就是2次曲線 2次函數 2次曲線是X跟Y 就是2次啊 2次函數 對 X跟Y 可是這只有X 這樣還有Y Y不是 對嗎 因為我們始終來說 Y是一次啊 X是一次啊 那是拋線啊 單純拋線 就是單純拋線 對 那我剛剛就是拋一下 我剛剛 我剛剛 我剛剛第一個問你喔 這是什麼線 拋一下 你一開始說 長方形 我說2次曲線 2次曲線 2次曲線哪幾種 2次曲線哪幾種 你應該用了兩種拋物線 我說2次曲線有哪幾種 2次曲線應該跑幾種 嗯 有啊 有正常的像這樣 一個彎的一個曲線 拋物線 基本上它是 它的漸進線在2小時線 拋物線有拋物線 拋物線它有 拋物線基本上它不是可以 那它的兩邊不是可以無線往外轉 無線往外轉 那怎麼會有拋物線 雙曲線 雙曲線啊 拋物線有拋物線 拋物線沒有拋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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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拋物線是會一直往外轉 但是很遠很遠 你有好過的事情 那双鱼线也是一种 双鱼线是有间鱼线的 双鱼线应该长这样的 它不会有间鱼线 它因为会贴近X 也不会贴近Y 但是这个双鱼线其实有多种 双鱼线有像这样的双鱼线 有斜的双鱼线 它也可以这样的 它因为会贴近这两条线也是可以发生的 双鱼线 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抛物线 抛物线我们这是负的 所以它会整点操 点点朝上 点点在上 开口朝下 点点朝上 点点到下 点点在上 开口朝下 刚刚知道我都会双鱼线 双鱼线 开口朝下的双鱼线 抛物线 这样的整体吧 这是一个整人 OK 那我们 在这边 在这边我们得到一个抛物式子 这个式子 跟这个式子 这就是 都是有的系列里面 也就是我们分别在T1 就能够到一个X的这边一个Y 这我们就知道 这叫做 这个 叫做 这个 叫做 时间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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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如果把它变成我们刚刚讲的 相当化分式的话 它变成什么 想比较不同 我们可以说 R R 当然是等于 X 加 Y J 好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X 带进来 这点 V 比 D R 加上 H 写二分之一 去P Y J 好 这样没有问题吧 这就是它的 位置向量的 位置的向量方程式 原料轨迹方程式 以向量的方式来处理 以排阻 时间排阻的方式 那如果说我们讲说 那它的速度呢 R0 平方 平方 R0 就是平方 R1 R R 就是它的速度 我们这个等于 是不是等于 D R 3DT R 那它的速度 好发 你先帮我把它画解一下 画解哪 画解 不管画解碎 那希望画些什么 你画什么 T型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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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Bio Skop 整体好 所以要整理好了 整理到最多 整理到不行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部分 基本上我們還是x squared 你可以想到這邊就是個像 這邊是x的方向 這是y的方向 所以其他這個東西也可以等什麼 dx dt i 加上 dy dt save 這樣清楚一點 對啊 以前沒有快感染 沒有快感染 沒有快感染 沒有啊 這是x向啊 那因為x向跟y向是垂直方向 我們基本上它不會彼此干擾 對不對 所以x向我們現在算它的 速度的微分 對速度的微分 直接把x做微分就可以知道x向的速度 這是距離 這是距離啊 這是距離啊 可是 然後 這是st圖 我好像同一點 對不對 V1是等於 比s 比t 這個 我們上一塊想通 有啊 這我們上一塊想通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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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vx 那vy可不可以這樣算 vy就是 y方向的速度啊 是不是可以等 對 假設vx 我就把那邊x 這個 這個 這裡面要兩個 哪裡 哦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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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v1的部分是不是比y 比t 也是 進入我們簡單來講的話 就是 belta t belta y 這是直平均速度嗎 你這樣問很快 因為st圖裡面的速度 它看不出來有分彩x跟y 對 所以st圖是 我們現在講的平面 st圖是單方向 是一尾的 平面是二尾的 二尾的話就加上一個 加上一個 y方向 對不對 也就是說 假設我現在看這個 看這個運動的話 假設我的視角 我的眼睛視角 是站在這個地方看 就是我的視角是平均 x走的話 我看到這東西是什麼運動 是自由落底 是一尾的自由落底 就是y方向的步道 對不對 假設我現在看的視角 是從相反看 看的是 跟y層平行角度的話 我看到這是什麼運動 是不是等速度運動 是不是 以x方向當成s的st圖 所以 基本上二維 也就是你把它拆開成 分開想 s的想x y的想y 它就結束了 就這麼簡單 但是我們透過一個方程式 透過一個 一個組合 當然你這樣組合不起來嘛 所以我們就透過 像那樣方程式的方式 把它組合在一起 把它組合在一起 然後一個像那方程式 那這樣會 這樣會 這樣會知道意思吧 阿密卡是不是要舉手 要提問 我們要再回來 不要 不要啦 所以這就解開真的沒問題吧 所以 好我們再做一個 做一個 複習一下 假設 y等於 3t平方-2t加1 所以 y'就是我們的 比 y-t 會等於什麼 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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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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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舉個例啊 我說我們現在講舉個例 這個要12公里 我覺得還是舉個例 我舉個例 講這個y本這個東西的時候 y本這個就沒有問題 是是是 是 如果這部分沒有問題 我們就H1往下講 那個 那個 是吧 你上次學的播那個 有沒有看到 好 看起來是 我有看到 但是我 我意思是你應該先把那個解一下 好 那解一下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 沒有啦 那個 那個 這樣 你看看有什麼問題 卡住 你就隨時要提問 你不能給第一 一段 就會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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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還是回到 一圍先看 ST組的時候 假設東西是這樣子 那我們在球解它的速度的時候 是不是會做一個 假設 MST LiP DELTA S 來球解嘛 所以這邊的平均速度 是 V 會等於 DELTA S 除I DELTA T 這沒有問題吧 沒有 我這樣記下頂頭 我才這樣沒有問題 等於什麼 DELTA T 那我們要打蛋進去 DELTA S是什麼 假設 S是一個T的函數 S等 Function Function 那T的函數 ST的函數 這沒有問題吧 我這個意思只是說 S是由T來表示的一個函數 就像是 我們剛剛講說 X等於V0T 這沒有問題吧 V0在這邊就是一個常數 X是我當T帶1的時候 我得到它的位置 帶2的時候 我得到它的位置 就減到新的位置 再下級都會減到新的位置 這沒有問題吧 所以 S是一個S 是一個T的函數 所以 我DELTA S是可以選的 ST加DELTA T 減掉 S T 這也沒有問題吧 就是 這一點 假設這邊是T T 這段這邊 T加DELTA T 對不對 這一點的位置 是ST加DELTA T 這一點是ST T T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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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簡單來講 假設T這邊是1 這邊是2 這個位置是不是代表V0 這位置代表V0 這位置代表V0 這沒有問題吧 I 這是把T加DELTA T帶1 其實這邊剛好DELTA T也很1 所以變成S2 S2帶上去這邊的話 你可以知道 當T為2的時候 這會等於2V0 對吧 這沒問題吧 所以我們這樣做起來 會等於嗎 會等於 下面是2-1 上面是2V0-V0 就等於V0 速度是V0 好 假設這樣吧 那當然事情沒那麼簡單 當我們T這麼大的時候 假設我放到這邊來的話 因為腦筋這麼大的時候 我求的東西就不會 剛好跟我的曲線是混合的啊 對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已經讀到高中 我們不能接受這種平均速度的概念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T區區0 我還蠻能接受的 所以把他拉回來 把他拉回來 拉回來 T相當的小 小到T區區一點 我們要知道這一點的順時速度 也是他的切線速度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是要做一個極限 就是 微分的概念 對 微分的概念 所以我們做個假設 假設S等於 等於V0T 就這麼簡單 V0T 那我們再說 ST 就是V0T 沒有問題 對不對 ST加6T 會點什麼 會點什麼 V0T加2T 就是V0T加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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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點V0T加2T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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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分子 剛才講說分子就是兩下減 這個減這個嗎 對 這個減這個的話 這個就變掉了 對 對 DELTA S等於 ST加DELTA T 減ST 對 對 是不是這一次減到這一次 是不是這一次減到這一次 這一次減到這一次 這一個減到這一個 V0T會約掉嗎 所以在什麼 V0DELTA T 對吧 那下面還是第二大P嗎 對 所以第二大P跟第二大P別掉了 管他就沒有了 V0 耶~~ 所以我還是不懂 我只是 簡單版 所以你們會看不出來 他到底為什麼要那麼麻煩 對啊 當然我是先解 現在解X方向嗎 現在解Y方向 Y方向你剛剛算是H-2分D G T平方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再帶進來一樣的方式 這一次會等於什麼 這邊H-2分D G T平方 那這一次會等於什麼 H-2分D G 這邊什麼 T加ΔT平方 這邊有 照片 那這把這個劃開 這等於什麼 H-2分D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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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只是把A加V的平方 寫開 所以我們等於什麼 H-2分D G 我們是不是 這一次要減到這一次 這一次要減到這一次 什麼都不見了 這一次減這一次 第一項 第一項不見 對不對 然後這一項不見 然後就倒還在 剩下倒還在對不對 對 對吧 F-2分D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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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之1 負的GT 但是2分之1還有2T 2分2月要是負的GT 對 這就是它的速度 速度就是負的GT 當T等於1的時候 Y方向的速度是0 當T等於1的時候 Y方向是負G 速度是負G 這沒有問題 又回到我們當機器組 SB組 假設它是 它是 應該是怎樣 應該是這樣子 對 它的VC組就會是負的 在這裡 因為它是它的 它的曲線都是越來越負的 都是負的越來越大 所以它是等於是負的 加速度就是這樣 好像不是這樣 因為它是 它是加速度運動 所以它是 負的 負的 負G 負G是從0開始 這樣 對吧 對吧 對 它是VP組 負的等加速度 一個直線 對吧 這邊呢 負的等加速度 對 這個圖形 對不對 是這樣 對 是V 對 負GT 然後再加速度 還會加速度 還會加速度 那你直接加速度 我還會不能直接加 那你直接加 我會直接加水平的速度 不能 可以啊 回到現在就可以啊 我們如果用這個方式來處理的話 就是可以啊 但就要加上量啊 就要加上量啊 加上量啊 加上量其實不會麻煩 加上量的好處是 你可以直接做運算 你當然加上AiZ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做運算 你不管是做什麼 複雜的運算 你可以把直接 我們這樣分開成X分開成Y 就解出一個回擊方式 我們直接用相當方式 可以直接做運算 對 你看在這邊 對不對 這個 當我們要求R prime的時候 就可以加這個東西 這樣代表是速度嘛 所以我們再往上寫 講的是什麼 這個是不是就是 剛剛寫的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 這是什麼 B-01 B-01 對不對 加上什麼 我們現在剛剛寫這個 就是 -G-7 J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次就是我們的 不對都沒有T了 B-02 因為它是D-05 因為它是D-05 約掉的話它是D-05 對 這個H不見了 移過來2 變成2 所以它在 從這個地方來解釋就是什麼 從這邊解釋 X方向等速度運動 Y方向-G的加速運動 合理吧 合理啊 所以 對 它要趕快說 一直這樣 吃太久了 OK 所以這是我們 速度到這邊 那我們如果繼續往下走 我們也可以看說 我的加速度 我的加速度是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求一個速度了 所以我們可以再做一個 尾分 會得到什麼 加速度 所以長速的尾分是什麼 0 長 對 這個尾分是什麼 對 這個尾分是什麼 影片的尾分 尾分喔 那個 把踢給弄掉的 對 就是腹肌嘛 腹肌 好 等一下 所以我們看到什麼 它只有彎方向的一個加速度 對 為什麼還要再把尾分 這樣 速度的尾分 來不然 具體的尾分 位置 位置 的尾分是速度嗎 速度尾分加速度 速度尾分加速度 速度尾分加速度嗎 速度尾分加速度 OK 加速度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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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S 速度等於什麼 delta T delta S 對不對 對 那A呢 delta T delta V 是不是 所以就是平均速度 平均加速 平均速度 跟平均加速 那我如果 取DT的話呢 就是順時速度了 喔 欸 可是如果你 你那個什麼 那個 就是 一個prong 就是一次為分 那個 對 畫出線或是什麼 OK 我們 好 我們來畫一個線 我們的 SD圖 所以 講說我們是一個 等 最後的運動 對不對 那他的 VT圖 為什麼 會從0開始嗎 因為一開始速度是0嘛 所以速度是指線 他斜線對不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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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 平均 是在哪裡 上面對不對 在上面嗎 在下面嗎 在下面嗎 就是這樣 欸 真的也 負均嗎 對啊 負均啊 喔 好像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這一切都是安排 就這麼簡單 所以 其實他速度 加速度 跟 位置的關係 就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微分關係 一個概念 那 只是我們透過一個 X方向 跟Y方向 做一個差別 那我們透過 相量方式的概念 把它組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 同一個 一個方式 是 這樣子 OK嗎 好 你加油 我不知道 其實 我最近在上那個 國三的物語 也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我覺得 國三的國三物語 對 對 我說我在上 就是在教的時候 教國三物語的時候 一來 台灣文字 我覺得他們的數學 用得上 就是 到國二的物語也是一樣 國二的物語化學也是一樣 就是會 卡到一個是那個 密度的問題 光是密度就會爆破 密度有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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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密度就是 體積分支質量 體積分支質量 他們可能 在這個 預算局方面 就會的一個 我是很親手的 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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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會老公 小學會老公 好 所以我們 來 來看一個 透過這樣的概念 來想一些事情 我昨天想一個 提摩 我覺得他滿趣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好 我們知道二次大戰的轟炸機 他有條件 就是看地板 我想在那個 我想在那個工廠 我看到工廠的案件就好了 我就可以打到 然後打到那個工廠 那你覺得 因為 你想 我的瞄準鏡一定是直線的 可是丟出去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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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透露線啊 對 所以我的飛機講 就是這裡的時候 我必須看到的是 這裡的頂上 所以這是一個C打槍 我是不是 在我 那這C打槍要再寫我吧 對啊 那 對 你丟出去的角度 我丟出去的水瓶角 因為飛機在飛機 他只是把炸彈放開而已 放開 他基本上只是把炸彈放開 那 那你說 我會仔細一下 我從飛機上的角度 看到他直接下去啊 可是面上 他就是水瓶泡物件 不是嗎 那水瓶泡物件 但是跟他的速度有關係 跟速度有關係 跟速度有關係 還有跟什麼 跟他的重量 跟高度有關係 跟重量沒關係 因為他用的只有加速度而已 對不對 所以他是不是跟他速度跟高度有關係 所以假設我們高H 對 那不然他真的專注C打槍 對啊 飛機的速度是B 球 C打槍 我猜了 怎麼用猜 請計算 有沒有 精美小禮 有精美小禮 好我們現在 其實我們現在玩一個 要記點字啦 現在目前所有的同學 只有誠意有一點 一點 累積四點 賣當馬一課 小心 喔喔喔喔喔 不要過來 小心小心 不要太激動 不要太激動 你會嚴重嗎 這個沒有發到H 這個什麼 網子啊 網子啊 這個應該玩 我來把他秘密 不知道網子 不知道網子 這樣會秘密 到人找網子 發寶 這也可以 那也可以 還這樣嗎 接著好像不會太難 沒有 H嘛 H有那麼高啊 啊 D有那樣子啊 所以他掉下來的時間 所以他掉下來的時間 然後我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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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 你解放了 這樣